每天做五题 1.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你想要些喝的吗? 这里something它是一个不定代词 不定代词后面提供的词是动词 那动词要用动词的不定式来修饰不定代词 做后置定语 所以选择A选项 2. He must hard on his lessons 他必须在功课上横下功夫 Must它是一个勤态动词 那勤态动词后面加动词原型 所以选择B学校 3. She can play 琵琶 他琵琶演奏得很好 这里考察 进一词遍析 Good它是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 Fly指的是天气好 身体好 Will它也指好 它是副词 副词用来修饰动词 这里play 琵琶 play 是动词 所以需要副词来继续修饰 因此选择C学校 Fly there are four windows The wall 墙上有四扇窗户 注意 four windows 窗户它是镶嵌在墙的里面 所以要用接词in 因此选择B学校 Fly mother is a doctor 说谁的妈妈是一个 一名医生 谁的妈妈 首先要用名词所有格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名词所有格 mother是一个单数 说明只有一个妈妈 说明是共有的 那A选项 那这种形式不正确 那B选项表示 杰克和泰德的妈妈 说明他们俩是兄弟关系 这里Jack没有变成名词所有格 所以选择B选项 你都做对了吗 对了吗 对了吗 怎么说明呢 因为这种形式不足 所以我再聚用上 那么词 这种形式不足